大家好,我是依依 天气越来越冷,最适合喝一碗热气腾腾的暖身汤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萝卜丝汤的做法 汤汁浓白,味道鲜美,非常好喝 做法和食材都特别简单 首先准备一个洗净的白萝卜 先削去萝卜皮 冬天里是吃萝卜最好的季节 自古就有冬吃萝卜晒人生的说法 它是一个营养丰富又实费的食材 先切去头尾 再切成薄一点的片状 选萝卜时要选这种鲜鲜汁水又多的白萝卜 再切成细一点的萝卜丝 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 下来把香葱头和葱叶分开切 再准备一把洗净的海鲜菇 切去根部不一样 再切成小段 切好后装入盘中 接着锅中的水烧开后 把海鲜菇倒入锅中焯水 经过焯水的海鲜菇吃起来口感会更好 焯烫一分钟左右 再用漏勺捞出来 放入盘中备用 下来锅热后 加入适量食用油 再打入鸡蛋煎一下 干下锅时 不要着急翻动 等到蛋液底部定型后 再翻面 煎至两面焦坊时 盛出来备用 下来把砂锅开中火烧热 倒入适量食用油 油热之后 放葱白炒香 扁炒出葱香味 接着放入萝卜丝 转半火翻炒 加入盐 可以给萝卜入个底味 炒至萝卜出水 就可以加入开水 这样煮出来的汤才会变白 煮开后撇去浮沫 再倒入焯水后的海鲜菇 放入煎好的鸡蛋 盖上盖子 开中火炖10分钟左右 时间到后 打开盖子 这时锅里的萝卜汤 已经变得特别的浓白 加入适量胡椒粉 少量鸡精调味 不喜欢也可以不放鸡精 然后撒上小香葱和香菜 最后再放入适量洗煎的枸杞即可 好了 一道热气腾腾的萝卜丝汤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萝卜汤 汤汁浓白 味道鲜美 特别好喝 味道一点也不比鱼汤差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 在家也试试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关注我 帮忙点赞转发一下 谢谢你的支持 咱们下期视频见